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看啊 我们先暂停这个研究 我就有更多时间陪你了 我不需要你陪 袁墨 你为什么要退出研究所 这只是暂时的 毕竟从一开始 就是我个人的决定 要和他们抗争到底 我不想影响公司的其他项目 毕竟那是他们的新鲜 那也是你的心血啊 你不是说了吗 你想要尽快研究出成果来 拯救那些被血液病折磨的患者 我的初衷没有吧 那你告诉我原因 我们一起面对 不行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的选择都不会变 而且这是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是唯一的选择 袁墨 我之所以这么选 我有我的理由 我希望你理解我 不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啊 好了 你看啊 我们先暂停这个研究 我就有更多时间陪你了 我不需要你陪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说出 这样的话来 顾言之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你去哪儿了 我想冷静一下 笨蛋 页墨 你还好吧 你怎么了 跟失恋似的 是不是顾言之欺负你啊 你告诉我 我去骂他 顾言之他举报了公司 推出了研究所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我总觉得哪儿怪怪的 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奇怪 我担心 他会不会是因为我才 页墨 你别多想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要不你再冷静两天 冷静什么呀 这种时候必须得好好 把握住机会 晾顾言之几天 这样 这几天你就去我家住 会麻烦你吗 当然不会了 我跟你说啊 对付顾言之这种男人 必须心狠手辣 晾他几天他就老实了 是 是吗 真的 你看陆毅 你看他手上拎的帮 好 走 我跟你说呀 跟上啊 对付男人吧 你就得晾着他 不能摆一摆睡的 来吧 陆飞燕跟我说 你身体不好 你就睡我卧室吧 那你睡哪儿 这是我家 还用担心我睡哪儿 晚安 那你早点睡啊 不好意思啊 认枕头 晚安 晚安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我把卧室让给严墨了 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睡 哦 好 那你睡这儿 我睡沙发 你是不是傻啊 我跑过来是为什么 你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睡 陆飞燕 我告诉你 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过来吧 快点儿 快点儿 陆飞燕 一 一 二 三 你过来 来 昨天儿 晚安 晚安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